2022年7月8日据葡萄牙新闻媒体报道 2021-2022学期的葡萄牙全国联考成绩现已出炉 根据排行榜的成绩来看 今年的综合平均成绩相较于去年有所下降 去年曾有三家学校的综合平均成绩高于17分 然后今年最高仅仅是16.10分 连续6年斩获榜首的玫瑰圣母学院 在今年也仅排在第4名 而榜首则是被新恩科斯塔学院与第二名埃法诺学院 以0.3分的差距拉开距离 排行较前的学校多数位于葡萄牙北部且位私立学校 排名最高的公立学校安东尼奥阿罗约艺术学校 则是以13.58的综合平均分排在了第31名 据卢萨舍的数据显示 共有41所学校的综合平均分低于及格线 其中38家未公立学校 其余的三家则是私立学校 令人惋惜的是 虽然里斯本作为葡萄牙的首都 但是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学校 其名次排行均低于北部 免则声明 根据不同媒体所使用的排行榜信息标准不一 因此个别学校的名次也会有所差异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